马甲线女王袁珊珊恋情出现,本思却不同意她们在一起,这两日,袁珊珊的恋情突然上了热搜,早在之前参加一个星座节目的时候,主持人就预计她这两年有桃花蕴,而且可能还会结婚,对这个星座不怎么熟悉,也不怎么信,不过别人都说信什么东西,什么东西就对你比较灵,不信那就没什么事情。 看很多明星其实还蛮相信星座的,经常接受采访的时候都会按星座来说明自己性格怎么样,最典型的就是张雨琪,她在《心动》的信号这个综艺节目里,很喜欢按照嘉宾的性格和做事形式,来本他们是那个星座,每次环球猜得挺准,旁边的超越妹妹也符合着她,两个人都挺相信星座这一说的。 人珊珊之前演过的电视剧基本上都看过,比如《公所助莲》,也可以称作《施工》的第二部,已经不太记得剧情是什么样子了。 只记得她说话的那个纯形,让人看着是非常的出戏,之后也有看她演的新版的《笑傲江湖》,一直到了现在也没有明白,到底她是主角还是陈乔恩是主角。 两个人在剧中的戏份都差不多,但是最后陈乔恩的那个角色沉入湖中,而她饰演的电影影子和令狐冲双宿双飞,按照这个剧情设计,估计是她是女主角。 毕竟大结局基本上都是坏人挂掉,有情人在一起幸福快乐的度过余生,这是第一次感受到女主会被配角压杂。 可以看出其实余生当时还是马可她的,好几部戏的女主都是她,但是可惜就是没有爆红的命,之后就还莫名其妙的被黑,而且还是全老黑的那一种,大概是其他家的给防爆了。 之后她的热度就渐渐退了下去,也是有点运气不太好,不过沉寂了没几个月,她发布了一条马甲线的照片进来意外的活了, 网上到处都是明星模仿她,有的甚至还只一反三,在锁骨那儿放硬币,这个也可以,之前黑她的也渐渐消失了,网友都称她为荔枝女王,在网友心目中扭转形象的她又开始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。 不过她真的是行走的话奇,三分钟言行不对就会上运搜,之前和陈小通电话那个,差点就被当成她的黑料。 在电话里马上就要往暧昧的方向转,得亏被人及时打断,之后和同学们一起参加综艺节目。 在节目中,趁着另一位女同学去洗漱的间隙,和其他的男同学一起聊天说大学时候的事情。 说到那个去洗漱的女同学说她是要打呼,女同学回来的时候他们讨论的正欢。 网友们都说她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在背后说远,非常不好,也觉得她可得长点心了。 而这次和她一起被爆出来的男朋友赵英俊,名字是挺大气,但是母样确实还是不能说太英俊。 有网友发现他们两个人之前,曾经一起去过某家日本餐厅吃饭,还在微博上发相同的内容,有情侣的东西,这么多巧合。 是信他们在一起的,而她的粉丝也表示其实之前就知道她有男朋友了,而且已经确定是谁了,毕竟一直关注她的生活。 但是粉丝们都说只要她不说,大家都不会接受,粉丝们还表示我们希望她能幸福,但是不喜欢是那个人,因为那个人在粉丝眼里是个会说脏话,不尊重女性的人。 她微博上很多的言论都让粉丝不太舒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